最近 浮發銀行降薪引發員工罷工 有的員工直接降至上海最低工資2590元 要知道 這可是在上海 我們都知道銀行一直是高薪的代表 為什麼突然降薪了呢? 根據某股份銀行內部員工透露 銀行是根據市場調動來發放銀行員工薪資的 業績好就多發一點 業績不好就少發一點 這名拍攝視頻的男子透露 這幾年銀行的生意不太好 員工降薪很正常 事實上 早在2022年就陸續有消息稱 不少地方的員工薪資水平較往年有明顯下降 甚至存在降幅超過50%的情況 有的地區基層員工僅能拿到最低薪資標準 甚至有的銀行行長從60萬元的年薪降到了6萬元 降薪都降到金融業了 先是爆出銀行業員工 每月薪資從2萬多元降到不到7000元 接著又爆出普發銀行員工 在上海陸家嘴普發大廈前集體罷工 而這只是銀行業降薪的一個縮影 最近一年金融業財源降薪潮 是一波接著一波 金飯碗已經是沒有過往的含金量了 為什麼呢 這是受大環境的影響 銀行裡的錢都帶不出去 這名拍攝視頻的女士透露 以前地產基建在中國的GDP佔比達到40% 這波地產大退潮必然波及到幾乎所有行業 尤其是銀行 網上流傳的一份普發銀行減薪通知顯示 信用卡中心的普通員工減薪50% 主管及以上減薪40% 一位自稱普發銀行員工的網友表示 原本月薪2萬元 一下子被減到6000元 於是決定罷工抗議 一張網絡照片也顯示 有人打印多張罷工的大字A4紙貼滿座位 陸媒引述知情人士說法指出 罷工事件導火索其實是銀行的信用卡中心 要員工從一般職位轉成外包 引發部分人員不滿 至於普發銀行的降薪傳聞 該知情人士表示 目前內部近期已經整體減薪兩輪 高管則是年年在降 近年來 中國銀行從業人員薪酬下調並不少見 上海普發銀行降薪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根據數據顯示 A股42家上市銀行中 有21家銀行人均薪酬下降 人均薪酬降幅超過10% 而普發銀行2022年度人均薪酬由2021年的45.88萬元 降至2022年的45.46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 銀行高管的薪酬近年來也有所下降 數據顯示 42家A股上市銀行中 有22家銀行 2022年管理層年度薪酬總額較2021年下降 中國銀行業的高管還面臨拖欠薪資的問題 遼寧省朝陽市下轄的建平縣 當地農商行的一個支行副行長 由於績效工資被長期拖欠 每月只能領到數百元的薪資 生活難以為繼 為了解決生活問題 這位副行長被迫外出兼職打工 但銀行在得知他打工的消息後 將他解雇 並且為補發欠他的績效薪酬 副行長一怒之下 把原僱主告上了法庭 要求支付拖欠的績效工資 這位副行長在起訴書中自稱 一個月到手的工資只有數百元 2022年銀行拖欠他的績效工資有3萬6千多元 法院的判決是 因為銀行的規章制度包括了 合同期未滿擅自離港的懲罰措施 所以不支付延後發放的績效工資沒問題 把原告的訴求全部駁回 事件引發社會關注 不少網友感嘆中國經濟下滑 連銀行副行長都不能倖免 這起案子也揭示出了 中國銀行業延遲支付工資的冰山一角 不僅是中國縣級農商行 中國銀行等大銀行都有這方面的規定 對承擔重大風險的工作人員 和對承擔風險控制的職責人員的 績效薪酬的40%以上進行延期支付 民生銀行 廣發銀行延期支付比例 甚至不低於50% 延期多久呢 不少於3年 如果薪酬的3分之2是績效工資 又有一半績效工資延遲3年才能領 也就是今年總薪酬的3分之1 最早要到2025年才能領得到 還沒利息 如果在這幾年的時間裡 這名銀行員工離職了 那麼延遲發放的績效工資也就沒有了 除了績效工資之外 商業銀行業者的基本工資 一般超不過其收入的35% 交完養老保險 醫療保險 失業保險 工商保險 生育保險和住房公基金之後 確實每月可以領取的薪資就不多了 於是就發生了遼寧建平縣農商行的支行副行長 都要外出打工的事情 如果績效工資延遲數年發放 那會給一些人造成很大困擾 中國經濟衰退 國民收入和消費力均持續下降 近期 許多中國的銀行網點 因經營遇到困難而選擇縮編 如今銀行網點縮編的趨勢仍在持續 根據大陸媒體7月11日報導 中共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官網發布的 金融許可證信息顯示 今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間 中國有大約1200家銀行網點宣布終止營業 涵蓋了國有大行 股份行 中小銀行 農村信用聯社等 關停的網點類型則包括支行 社區支行 小微支行 分理處等 事實上 中國銀行業的關停潮早在去年就已經開始 2022年全年約有2400多家各類銀行網點關門停業 相較之下 今年銀行網點關門的規模與去年基本持平 某券商銀行業分析師表示 對於銀行來說 每一個網點的運行 都意味著不菲的資金和人力成本 近年來 隨著各大銀行力推網上銀行 部分網點關停並轉也在情理之中 在移動支付普及的情況下 實體網店顧客日益減少 銀行的線下網點縮減是大勢所趨 不過 中國金融學者賀江斌指出 支付寶 微信支付早在十多年前即開始使用 這並非根本的理由 首先銀行盈利能力下降 收縮網點減少人員也能減少支出 根源還在於中國經濟持續下滑 賀江斌解釋說 中國大陸是以間接融資為主 也就是通過銀行中介來融資 全國的所有經濟體都靠銀行融資 整體經濟下滑 也會導致銀行的利潤數值下滑 當銀行不見經濟反轉 反彈信號 乾脆就撤下網點 在這背景下加快了速度 此前 惠譽評級曾公開表示 由於貸款需求疲軟 疊加近息差收窄 2023年中國銀行業將繼續面臨營收與資本補充的壓力 彭博社報導稱 中國地方銀行在資產和負債上都存在著弱點 他們大量貸款給沒有競爭力的本地公司和政府偏愛的項目 導致不良貸款 在負債方面 他們吸引穩定存款資金的能力較差 也更依賴不穩定的資本市場借款 疫情加劇了銀行業的困境 中國的小型銀行更容易受地方政府債務和小企業貸款的影響 隨著房地產市場崩潰 以及清零造成的經濟疲軟 這些貸款受到的影響最大 因為低利率壓低了近息差 也使他們在財務上苦苦掙扎 在2012年至2016年的經濟下行週期中 小型地區銀行曾試圖將不良貸款展期以求存 讓風險逐漸增大 傑富瑞金融集團分析師陳書錦說 類似的模式正在上演 因為在疫情導致的經濟下滑之後 小型銀行的健康狀況已惡化 陳書錦說 相當多的公司財務狀況惡化 它們可能已無法支付貸款 所以較小的地區銀行變得更加脆弱 這些脆弱性正浮出水面 據惠玉博華相關研報數據顯示 截至2023年5月末 共有57支二級資本債未被贖回 涉及13個省份的48家銀行 總額達到364.8億元 引發資金不足的猜測 據國金證券的研究 從2017年到2022年 約有44家小型銀行選擇不贖回二級資本債 有分析指出 若銀行未行使贖回權 二級資本債的資本補充效率將逐年遞減 因此拒贖並不是常見情況 投資者通常預期 銀行在第一個贖回日贖回票據 銀行選擇不贖回 可能是出於其資本充足率方面的壓力 以及發債成本上升的影響 也反映出部分銀行 可能近年來經營和不良資產處置壓力較大 中國房地產市場持續萎靡不振 也導致中國銀行業風險擴大 近期 普華永道發布的中國上市銀行財報分析報告顯示 截至2022年末 中國40家上市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較上年末增長8.84% 達到1.81萬系旋 不良率較2021年末下降0.03%至1.33% 逾期貸款余額較2021年末增長12.6%至1.88萬系旋 逾期率較2021年末微增至1.38% 這40家上市銀行包括6家大型商業銀行 8家股份制商業銀行 26家城市商業銀行及農村商業銀行 共佔中國商業銀行總資產的75.3% 和淨利潤的83.59% 在銀行業的不良貸款中 受到部分房企違約風險拖累 中國上市銀行的房地產相關貸款不良率攀升 正成為銀行業面臨的重要風險 據中國《房地產報》統計 2022年 在對供房地產貸款投放規模最大的中國銀行 房地產不良餘額同比增長61% 房地產業貸款不良率達7.23% 較2021年提高2.18% 投放規模第二大的是農業銀行 其去年房地產業不良貸款餘額為460億元 同比增長63.4% 房地產業貸款不良率為5.48% 比年初上升2.09個 此外 去年房地產業不良貸款增速過快的銀行還有平安銀行 交通銀行 浙商銀行 招商銀行 光大銀行 建設銀行 增速均在145%以上 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經良近日表示 去年非常不容易 在房地產下行的衝擊波下 涉房貸款不良率抬頭正成為銀行業面臨的普遍挑戰 化解房地產金融風險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務 根據中共央行的風險測試 截至2021年底 約7%的中資銀行評級不佳 今年1月 央行金融穩定局局長孫天奇曾發表評論警告稱 銀行可能通過不良資產假出表 假注資等方式掩蓋風險 並表示 將密切關注接近高風險評級的機構 香港大學商學院金融學教授陳志武說 如果經濟沒有出現有意義的小型繁榮 更多的地方銀行將面臨風險 並承受巨大壓力